柳如烟分手后 我患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 医生说熟悉的伴侣和环境 也许会对我的情况有所帮助 于是我想了想 把柳如烟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给她发了条消息 有空吗 要不要睡一觉 很快 柳如烟的消息 连猪炮一般回了过来 发错人了 不是说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是不是还是忘不了我 我就知道 说吧 我家还是你家 柳如烟吻过来的时候 我下意识躲了一下 这一举动似乎让她有些恼火 她按着我的脑袋 柳如烟的体力还是那么好 到后面我已经困得不行 她还非得拉着我 问舒不舒服 我嘴唇都没动一下 含含糊糊的应声 她这才满意 语气里带着明晃晃的傲娇 真不知道离了我 你怎么活 难得睡了的好觉 起来的时候头还有点痛 柳如烟躺在我旁边 一双漂亮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 我只瞧了她一眼 就被过身去拿手机看时间 八点半 我在脑中大致思索了一下 今天的行程 一只胳膊游过来 估着我的腰把我像瞎子一样拖过去 柳如烟紧紧贴着我的身体 头埋在我的颈窝里 语气有些气恼 我昨天那么配合 你都不夸我一句 她又开始亲我 我动了动 没挣脱 她反而孤得更紧 不生气了 不合好不好 低沉的声音从我脑后传来 我没出声 她翻身压上来 休脑的情绪又进满毛子 你说话呀 不会找我过来就为了玩一下吧 不然你以为呢 我静静地看着她 她浑身都僵了一下 骨魄色的瞳孔直接气到放大 嘴唇也插了馋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了半声 她才确定我不是在开玩笑 好好好 她直接气笑了 她翻身下床 气冲冲地在地上捡自己的衣服 动作很大 怨气很重 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口的垃圾带一下 我靠在床头使唤她 柳如烟直接破防 一把扔掉手里的上衣 朝我蹬过来 颤着手指着我 眼眶都红了一圈 你别后悔 纪博答 再离你老娘就是狗 柳如烟走了 摔门声很重 我在床上发了会带 也穿上衣服起了床 家里被她搞得一片狼藉 沙发上还有一滩很明显的痕迹 我试着用湿巾擦了一下 结果看起来更隐缘遐想了 干脆放大不管 出了门 黑色垃圾带还躺在门口 看来她气得不轻 给我妈发了条消息说等会儿过去 她很快回复 问我想吃什么菜 她去买 我打了辆车 司机很健谈 但口音很重 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 我笑着糊弄过去 她也觉得我无趣 跑到半路就不再说话 小区门口有卖秋月梨的小摊 我妈爱吃 于是我买了两斤 我妈开门的时候 看见我手上的水果 嘴巴立刻就是一瓶 又乱买东西 我都不爱吃这个 进了门才发现 桌上摆着一大盆红柚 包好的那种 连筋络都撕得干干净净 我要去厨房给她打下手 被她轰了出来 哎哟 你会做什么菜啊 洗洗手先吃水果 马上就好了 于是我端着一盆柚子 一边看电视一边吃 时不时回两句 我妈从厨房问过来的话 现在好女人可不好找了 我看如烟挺好的了 你再考虑考虑吧 嗯 行 我妈拿着锅铲从厨房冲出来 你不要糊弄你老娘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 不找个人照顾你 我怎么放得下心 对 好好好 我嘴里塞满了柚子 冲我妈摆摆手 妈妈 边上去一点 挡到我屏幕了 我妈没动 也没说话 两久 我意识到不对劲 抬头看了我妈一眼 她悲伤地看着我 脸上满是泪痕 答答呀 妈妈放心不下你啊 我机械地嚼着嘴里的柚子 突然觉得又苦又索 柳如烟好几天都没再联系我 就在我猜她应该再也不想理我的时候 某天我刷着视频 她却忽然给我发了条消息 一个句号 好像是在试探我有没有删她 我看着那个句号发愣 她倒是撤回得很快 然后她的下一条消息跟着发了过来 上次把包拉你加了 帮我找一下 谢谢 语气客气疏离 但是比起之前的气急败坏 看起来已经要理智多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她 她又加了句 刚刚撤回是打错字了 我回了她一句 好 很快她的消息又发了过来 找到了跟我说下 我去你那里去 我回 好 她又说 麻烦仔细找找 那个包挺贵的 就是一款LV的条文包包 好 你见过的 你之前还拿过 好 你多回几个字会死吗 不会 她拜下阵来 回了我一句 老娘真服了你了 我在床底下找到了那个包 还意外发现了一封 夹在床头柜与墙壁夹缝里的信 我看着那封信发愣 记忆里 我好像没见过这东西 打开看了一眼 是柳如烟给我写的情书 落款是去年的情人节 那天 柳如烟给我送了一个很贵的手袋 就摆在床头柜上 这封信应该是被我不小心碰掉了 亲爱的打打 节日快乐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五个情人节 不过感觉跟你在一起 好像只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 非常感激你这几年来 对我的照顾和理解 你是我这辈子遇到过最棒的男孩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 努力和你结婚的 好像也没什么可写的 他们都说男生收到手写信之类的东西 会感动到哭 你可千万别哭啊 我最见不得你哭了 好了 就这样吧 你也要一直一直喜欢我哦 世界上最最最爱你的柳如烟 我看着那封信发愣了很久 久到指尖都有些麻木了 分手已经有差不多半年 我很少回望过去 因此几乎已经想不太起来 曾经我们有多么相爱 如今这封信却把我拉进了那段过往里 我和柳如烟的相识 始于一场灾难 他在羽毛球场打球 而我是一个倒霉的路人 他一个扣球 直接砸中了我的头 我本身就有偏头痛的老毛病 当场就被砸的脑子一蒙 晕了过去 倒下去的时候 身上还被擦破了好几道口子 据柳如烟后来交代 他当时吓得脸都白了 以为自己把我砸死了 把火急火燎的给我叫了救护车 抱着我就是一顿狂奔 后来检查结果出来 我脑子没出什么毛病 他才松了口气 他加了我的微信 让我后面有什么事情随时找他 后来我没找过他 到时他天天换着花样的骚扰我 又是给我买零食 他给我发消息 问我要不要出去一起吃夜宿 我说你能帮我买点止痛药来吗 家里的吃完了 他什么也没说 十分钟后直接提着要喝粥 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吃完药喝完粥 发现他帮我把家里收拾的 像是金装样板房一样整洁 他坐在我的床边 有些无奈地问我 纪博达 你到底不喜欢我哪里 我改还不行吗 那晚的月光很亮 他眸光微动 侧脸被床头灯勾勒出很温柔的弧度 我突然有些心动 于是我和他谈了很久 我告诉他 我身体不太好 有原发性偏头痛 找不到病因 时不时就会发作 严重的时候恨不得捶爆自己的头 高考的时候 我头痛发作 直接晕倒在考场里 被人抬了出来 最后上了一所大砖 我很难长久且专注地进行一件事情 我说柳如烟 你是重本大学的研究生吗 他看着我 没说话 你这条件可以找个更好的呀 我笑着对他说 如果和我谈两个月就分手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要开始比较好 柳如烟看了我很久 然后突然吃笑一声 讲的什么屁话 他好笑地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看不上我 那天晚上 他守了我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 两个眼袋挂在脸上 他看起来疲惫非常 我以为自己已经和他说开了 他就会放弃和我在一起的念头 可后来 他反而对我展开了更猛烈的追求 于是 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五年来 他对我非常好 和我出国旅行 带我见识各种各样的人文风情 我发现和他说话非常舒服 无论他说什么 我总能很快地get到他的意思 他说 我是他见过脑子最机灵 最能理解他的男生 他还说要不是上天极度我的才华 我指定能考清北 不对 以我的水平 世界级名校都得争相给我发offer 每次他这么说 我都会推他一把 骂他是个傻 柳如烟的脾气其实不太好 总是抱粗口骂人 他每次要发难的时候 我都会捏捏他的手 劝他冷静一点 于是他真的就冷静下来了 很奇怪 他总说我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我们是朋友圈里感情最稳定 最让人艳羡的一对情侣 可惜 我们注定走不到最后 我对着那封信发呆 柳如烟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发过来 回家了吗 有没有帮我找包 人呢 让我发现你拿我的包去卖二手 你就死定了 纪伯达 你回去话 死了 我回过神 给他发了句 找到了 他立刻一个电话打过来 带着东西下楼 我在你们小区车库 你自己上来拿不行吗 我问他 他沉默了几秒才说 不行 我怕等会儿又被你骗着打一炮 我哑然 他又说了句 别说什么你不是那种人 老娘上过一次当了 我在你眼里就一纯工具人 纪伯达 你真没心敢 我说 老快点 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不耐烦 拖久了要收停车费了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我有些好笑 这人什么时候 开始在乎那几块钱的停车费了 我拿着包下道夫一层 没看到他人 我还在探头找他的车 就见右手前方一辆白色的SUV 突然闪了下大灯 鸣笛声吓了我一大跳 走近一看 柳如烟坐在驾驶座上 摇下车窗沉着脸看我 才分了多久 连我的车牌都不认识 语气里的不爽都快溢出来了 我把包从车窗递给他 他却不接 只是看着我 我说 不想要的话 我可真拿去卖二手了 柳如烟忽然开口 行 包送你 你上车 我才意识到 他根本不是想要回他的包 我收回手 淡淡地看着他 不是说再理我就是狗吗 柳如烟沉默数秒 突然发出一声汪 我一时间有些凌乱 我就是狗 行了吧 他露出烦躁的表情 猛地推开车门 下了车 拽着我 把我塞进了副驾驶 我就是贱的 上赶着贴你冷屁股 记博答 我发现你真挺惹人烦的 谁看上你是真倒霉 他骂骂咧咧地把车开出地库 脸上写满了暴躁 我缩在角落不敢说话 他看起来真的像是会打人 柳如烟开得很快 我默默地看着窗外 我俩都沉默着 车里的气氛一时有些凝重 我跟那个谁 真的什么都没有 柳如烟突然干巴巴地开口 谁 我下意识反问了一句 然后才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 他再说一腾成 他的血底 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他又生气了 开得又快又急 就这 你就这反应 他有些稚气 语气里又带着几分颓人 那你怎么样才肯信吗 我信不信有什么关系 都分手了 管不着你 我说 柳如烟脸都绿了 记博答 我有时候真恨不得掐死你 他的声音从齿缝间传出来 白色SUV做了个漂亮的甩尾 稳稳当当停在车位里 旁边是一家我们以前常来的月菜馆 我板着脸坐在副架上不动 我不饿 我要回家 你看着我吃 行了吧 柳如烟伸手过来帮我解安全带 一个闺蜜刚从国外回来 还不知道我们的事 带你见见她 我为她的自作主张感到生气 太阳穴突突作响 脑子痛得不行 关我什么事 柳如烟 你是不是不知道分手到底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末地停下手里的动作 一双浅棕色的铜人一眨不眨的盯住 梁九 她忽然冷笑一声 你知道 你不也还找我玩呢吗 我胸口好像治了一股气 不上不下的 特别难受 咱俩半斤八两 谁也别说谁 柳如烟拍了拍我的头 乖 吃不下你就不吃 完事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好吧 我像个提线木偶 被柳如烟牵着进了包间 她那群好闺蜜此起彼伏的起火 好久不见那姐夫 姐夫又帅了 我扯扯唇角 露出一个僵硬的笑 里面有不少人都知道 我和柳如烟已经分手了消息 这会儿却装得其乐融融 柳如烟给我介绍 她那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 我礼貌地冲对方点点头 然后整场饭局就坐在那放空 发呆 偏偏柳如烟还时不时问我两句 鸡腿吃不吃 烧辣呢 你不是最喜欢这个吗 喝点汤也行 旁人时不时投来艳羡的目光 我只觉得头更痛了 中途我借口去洗手间 捂着喉咙在洗手时那里疯狂肝傲 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我脑子里扎动 太阳穴刺痛不已 四肢须浮肩 我恍惚间听见柳如烟在叫我的名字 我两腿一软 跌入一个熟悉的怀抱 打打 头又痛了 你要呢 柳如烟声音发紧 我痛得说不出话来 嘴巴直打颤 或许浑身都在颤 柳如烟面色奇差 她忽然毫无征兆地抬手 笨地抽了自己一耳光 然后将我扶起 往饭店门外走去 脚步凌乱又焦急 回去的一路上 柳如烟都在和我讲话 没事的打打 马上到家了 你再忍一下 对不起 我没考虑到这一点 我真的该死 她的声音忽远忽近 我其实听不太轻 我只知道自己恢复神智的时候 等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了 柳如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守着我 满脸颓然 一如五年前的那个夜晚 头痛与韵未消 我只是动了动脑袋 都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柳如烟很紧张地过来握住我的手 对不起打打 你骂我吧 她的手在颤 我用尽力气 憋出傻子二字 柳如烟笑了起来 只是那笑比哭还难看 对 我是傻子 我问她几点了 她说凌晨两点 算一算 她守了我五个多小时 我忽然又有点于心不忍 我说你躺上来瞇一会儿吧 柳如烟却摇摇摇头 我说 怎么 铁人是吧 她说 你睡觉喜欢背对着我 打打 背对着我 我就看不到你的脸了 柳如烟还是和我一块躺下了 她抱着我 心跳声在我耳边放大无数倍 我在她身上乱摸 问她 要做吗 她按住我的手 骂我 你是禽兽是吧 我摸到意料之中的东西 于是笑得肆意 身体倒是蛮诚实的吗 她却将我搂得更紧 下巴搁在我的头上 语气不容智慧 记博打 睡觉 放在以前 她可不会顾虑这么多 你不跟我做 我怎么睡得着 我问她 柳如烟呼吸有些乱 沉默良久后她说 你别老勾引我 用完就甩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样 我心口一挤 也把拨全甩给我 你难道没爽吗 我问她 柳如烟不说话了 有些暴躁的顶了我一下 别说了 我怕等会儿 把你弄死在床上 到底还是没有做 柳如烟不在的这几天 我睡得都不太好 每天只能 眯三四个小时 有的时候 整晚都睡不着 我以为一定要坐一次 才能好好睡一觉 没想到被她抱着 也能睡得很熟 我起床的时候 已经是十二点半了 柳如烟不在 微信上有她留的消息 说有事先走了 看我睡得像头猪 就没叫我 晚上再来看我 我没回她 起床洗漱 牙刷到一半 禽兽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刚接起来 她的大嗓门 就杂杂呼呼的 在我耳边炸开 大哥 都几点了你还没来 是不是死家里了 你知不知道 这个医生很难约的 我含糊应声 已经出门了 马上就到 禽兽很明显 听出我还在刷牙 灯石道抽了一口凉气 哇你真的是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点都不伤心 你到底什么态度 还想不想好好治疗了 我甩了甩手上的水珠 淡淡的 有区别吗 反正希望都很渺茫 电话那头 禽兽沉默了很久 都没有说话 最后 她稚气般扔下一句 不管你了 挂断 我抬头 看着镜子里 那个面色苍白 眼白泛红的自己 露出一个释怀的笑容 禽兽口中的专家 并没有带来 任何意料之外的消息 她看着我的脑CT 只是摇了摇头 你这个位置 开颅手术风险太大了 就算是请国内 顶尖的脑科医生来主导 成功概率 也只有不到1% 而且癌细胞 扩散速度非常快 而且不一定能起作用 我和禽兽推门出去的时候 老专家在后面叹了口气 可怜 真的是老天爷不给留活路 我其实已经算是接受了事实 毕竟前二十几年的时间里 我曾因头痛 做过无数次脑部检查 但是因为这颗 刘子长的地方特别刁钻 多种医疗手段 都没有检查到它的存在 等到医生们终于在我的脑子里 发现它的时候 我已经是脑癌晚期了 这也是我的头痛 近来愈发频繁 还产生了睡眠障碍的原因 我拿着费用单 和禽兽并排走在医院的长廊里 穿堂的风从我的裤腿吹过 有些冷 禽兽突然开口 大哥 要不咱们治一下吧 花那钱干嘛 我妈还得养老呢 再说了又不一定治得好 禽兽不说话了 我低头看检查单 迎面却撞上一个人 刚想开口说抱歉 对方却一把扯住我的胳膊 力道大的我发疼 打打 抬头一看 柳如烟 我心里一沉 下意识把单具往身后藏 你怎么在这里 他垂眸看着我 古魄色的毛子 倒映出我有些无措的样子 只是他看起来 似乎比我更紧张 是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 我抿唇 手里的单具钻得发紧 单子给我 他冲我伸手 我没有动作 身旁的禽兽 倒是一把扯过我手里的东西 宝贝一般捂在胸口 白了柳如烟一眼 哎哟 美女 你没事看人家的体检报告干嘛 也太没边界打了吧 柳如烟一记眼刀 朝他扫过去 抓着我胳膊的手 又收紧了几分 你哪位 语气里全是敌意 我表弟 我声音发紧 柳如烟的手劲松了几分 男童 来查性病武相 我张口就来 秦兽瞪着我 眼神像是要把我吃了 我这话也不算骗人 毕竟有一半是真的 柳如烟彻底松开牵制住我的手 露出友善的笑意 表弟好 以前没见过 不好意思 秦兽的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转身朝收费处走去了 您二位慢慢聊 我去缴费了 我没和柳如烟聊什么 因为下一秒 义腾成就出现在了柳如烟的身后 他胳膊上包着纱布 泪眼汪汪 学姐 破伤风一瞄真的好痛啊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 义腾成走到柳如烟身边 像是才发现我 略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 啊 纪哥也在这呢 好久不见了 我笑了 嗯 确实好久不见 柳如烟的面色肉眼可见地变得紧张起来 他下意识地朝我走进了一步 掌音又干又紧 答答 我原本要去公司的 路上恰巧碰到他被货车刮伤了 就顺路在他一程 好 我依旧是笑咪咪 不用跟我解释啊 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柳如烟的面色瞬间苍白下来 义腾成看着我们 有些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那我先走了 学姐 纪哥 柳如烟头也没回 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眼里好像成着什么东西 摇摇晃晃 快要溢出来了 义腾成自觉没去 猫着身子从旁边离开了 答答 他哑着嗓子叫我 好像快要哭了 我从来没见过柳如烟 这么脆弱的样子 以往他不是在骂人 就是在准备骂人的路上 总之整个人的状态 无时无刻不是拉满的 而现在 他站在我面前 明明那么张扬的一个人 看着却像是下一秒 就能整个睡在原地 嗯 我应声 你回来好不好 柳如烟声音都是颤的 我真的 真的很想你 尾调已经带上了很轻的哭腔 我笑起来 不行哦 柳如烟 不行哦 我随时 随时都会走了 柳如烟送我回了家 他脾气好像收敛了很多 开车小心翼翼的 也不露怒症了 遇到别车的 他也只是抿着唇 给人家让务 放在从前 他早把人家祖谱 问候一遍过来 太阳穴又开始突突作响 我从包里翻出药来 倒了两颗 就这么干咽下去 又开始痛了吗 柳如烟满脸紧张 唯C了 傻子 我说着 把药好好收起来 现在都很少会痛了 柳如烟没回话 只是握着方向盘的 手骨结微微发白 答答 我过来照顾你好不好 他突然说 我看着他 没出声 你不想确定关系 我们就不确定了 柳如烟的语气很认真 你把我当什么都可以 泡油也好 舔狗也行 我要每天都能看到你好好的 你有病啊柳如烟 我笑出声来 我好好的 你说的跟我要死了一样 我不知道 答答 柳如烟的声音骤然低下去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快要失去你了 柳如烟这个狗东西 上一秒还在那眼深情人设呢 下一秒车刚停好 就把我按在后座打了一炮 被他弄得有点受不了 忍不住打他几巴掌 你慢一点 他眼神却愈驾迷乱 嘴里不住地喊我的名字 声音又哑又郁 我被他翻来覆去地折腾 腰被他紧紧鼓着 跑也跑不脱 车里一片暧昧的水汽 我被他压住 一只手拍在车窗上 留下几道长长的指痕 他不顾我的强烈反对 真的收拾东西搬进了我家 虽然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我的睡眠障碍 但这依旧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我的头痛随时会发作 如果被他发现 我瞒都瞒不住 秦兽苦口婆心地劝我 大哥你就告诉他吧 你就这么点日子了 还指望把这当成秘密带进土里呢 什么年代了 还玩哑巴那一套啊 你这要是有天突然走了 你女人不得疯啊 我不说 当一个将死之人的感觉并不好 所有人对你的态度 好像都在提醒你 你随时会死 这也是我不愿意回家 和我妈一起住的原因 因为每每看到他那张忧郁的脸 我都会忍不住情绪崩溃 我反问秦兽 如果我说了 对他而言有什么好处吗 秦兽思考了很久 并是没说出一句话来 对于柳如烟来说 提前知道我命不久矣的消息 只会是晴天霹雳 直到我死之前 他都会终日活在不安和难过中 然后在我死后 他又要用很长一段时间 去消化我已经不再人世这个事实 并且随着每一天的太阳升起 萦绕在他心头的恐惧 都只会愈加浓重 他会想 达达今天会离开我吗 日复一日 然后在某一天 我真的再没有睁开过眼睛 我讨厌这种推算 很残忍 但又不得不说 他很真实 所以我告诉秦兽 如果有一天我病情恶化 请他悄悄地带我走 一定不要告诉柳如烟 等我死后 等他发现我其实就是个 吃干抹净就闹失踪的渣男以后 等他完全放下我 忘记我以后 再告诉他我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那时 他一定会笑着说一句 纪博达 好熟悉的名字 谁啊 想不起来了 这是我在这人世间 最后的心愿 柳如烟的厨艺比我妈还好 他搬过来以后 我有幸大块朵頤 顿顿饱餐 常常都是他人还在厨房里忙活 我后脚就把筷子伸进了锅里 归此 他经常骂我是饿死鬼投胎 但骂完之后 他又总会叹着气说 吃吧 我爹 做出来不就是给你吃的 我们的生活和谐非常 柳如烟很喜欢咬我 我说你是狗吧 还给他整兴份上了 我们窝在沙发里一起看电影 一起点外卖 一起吃很难吃的餐厅 美好到让我恍惚坚决的 自己好像回到了几年前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真好啊 要是时光停留在这一刻 就好了 但我这种情况 总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我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 经常是半夜突然惊醒 脑子就开始一抽一抽的疼 我要很小心地翻身下床去找药吃 还要背着柳如烟 不能让他发现 谁懂啊 在自己家里活得跟做贼一样 我这辈子偷感都没这么冲过 我开始脱发 大把大把的脱 每次洗头 一抓就是一手 我不再有睡眠障碍了 因为我开始严重试睡 经常一天十几个小时都睡不醒 柳如烟因此给我取了个小猪的外号 我的记性越来越差 常常上一秒刚放下的东西 下一秒就忘记在哪 但或许是我演示的太好 柳如烟居然一点也没发现一样 可能如果没死成的话 我适合去当演员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 但我只是还有些舍不得 我贪恋那个让我有话说不出口的人 我不想忘记他身上的味道 我还不想离开 可现状却一点一点愈加严重 最终发展成了我掌控不了的局面 那是不知道第几个被头痛唤醒的夜晚 我强撑着爬起床吃药 身旁的柳如烟睡得很沉 忽然间 我听见厨房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心里一沉 第一反应就是家里净肥了 我从客厅摸出水果刀 小心翼翼地朝着厨房走过去 厨房开着灯 人影在里面晃动 我攥紧了手里的刀 对方却猛地一回头 和我对上视线 那是一张我完全陌生的脸 小偷 我害怕到心脏几乎停跳 手上的刀因为钻得太紧而不断发抖 牙齿也跟着打颤 然而 对方却出声叫道 打打 忽然间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朝我走来 五官在我眼前重新拼凑 最终变成一张熟悉的脸 怎么起来了 你拿着刀干嘛 意识到面前站着的人到底是谁的我 手里的水果刀轰然落地 柳如烟 他不是在卧室睡觉吗 我封了一般跑回卧室 房上空空如也 只有凌乱的床单 柳如烟从身后抱住我 轻轻地说 我最喜欢的女人了 我联系了秦寿 他趁柳如烟出门买菜的时候 把我接走了 我问他 你不会告诉柳如烟的 对吧 秦寿向我保证 我这才放心 去医院的路很长很长 风吹得我的脸又冷又湿 可直到秦寿递了纸巾过来 我才发现原来不是下雨了 是我早已泪流满面 医院的菜真的很难吃 比不上柳如烟做的菜的万分之一 我的认知功能在一天天消退 每次给我送饭的护士都不是同一张脸 一开始我还能认出熟悉的人 比如妈妈 比如秦寿 后来 我连妈妈都认不出来了 我只知道 在病房里哭得最厉害的那个 应该就是我妈 我总是觉得很累 一天里有二十个小时 我都在昏睡 就算醒了 说出来的话也语意不明 我的大脑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功能 现在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 他像一个快要关机的电脑 在一点点清空后台进程 秦寿每天都会来看我 只是我认不出他 他就坐在床边 不停地陪我说话 其实他说了些什么我都听不懂 我也给不了他什么回应 只能听他一直在那叙叙叨叨 其实挺吵的 不过有一天 我的精神突然变好了 我开始听得见鸟叫 闻得到花香了 我可以说话了 胃口也好了不少 但是还是认不出人 我对床边面容陌生的秦寿说 哎呀 想想其实还有点舍不得 你说柳如烟他会记得我 希望他赶紧忘了我 但又有点希望他能永远记得我 但是永远记得我应该挺痛苦的吧 反正我现在挺难受的 那还是希望他赶紧忘了我吧 他跟一腾成在一起也不错 虽然我觉得他有点绿茶 哎呀不管了 反正我都要死了 我偏头看向禽兽 禽兽 你可不能忘了我呀 禽兽嘀嘀嘀地嗡了一声 我看着他 忽然觉得有哪里不对 他的眼睛是琥珀一般的浅棕色 我突然失了声 呆呆地望着他的脸好久好久 直到他开口问我 怎么了 我才笑了笑 说了句 没什么 我打了个哈欠 张开双臂 抱了抱他 禽兽 我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 轻轻喊了一声 他应声 你可千万要忘了我呀 我如是说着 眼皮越来越沉 声音也越来越小 来自世界的所有讯号慢慢被屏蔽 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的大脑终于停止了思考 真好呀 柳如烟 你可千万 千万 要忘了我呀